《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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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域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 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那在開始的時候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家知道公共藝術 它多了公共兩個字 就是表示這些藝術品 放在開放空間當中 它必須要跟像在地的使用者 或是像阿嬤 如果你們要來運動 來這邊走走的話 要跟這些藝術品 要有一些互動的關係 它可能讓你們可以坐、休息 然後或是它可以讓你欣賞到 一些美麗的事物那樣子 那公共藝術它在台灣 其實從1992年 也就是民國81年 它開始強制立法通過 一定每一個公有建築物 比如你去區公所 然後或是去醫院 都必須要提撥1%的經費 來做這些美化的藝術裝置 或是藝術設施 那也是因為有這個1%的 新建工程的經費 所以我們在這整個開放空間當中 我們今天也才能有機會 看到這些大型的藝術作品 那剛才跟大家提到 我們從民國81年開始 我們政府就開始推動 在都市空間當中 會有這些藝術作品 然後一直到87年 開始強制立法推動 就是每一個地點 如果它不做藝術品的話 它必須會有罰則 它會去罰這個機關 3到50萬的經費 為什麼你們不去做美化的工程 不去做藝術設置 那在這邊我可以先問大家 哪一個部分這樣子 就是從1992年立法通過 就是民國81年到現在 今年是101年 其實剛好經過20年 這20年當中 大家猜猜看 在全台灣 有多少件公共藝術作品呢 不知道 有多少件 對 有多少件 簡單 你給它回答很多 很多啊 很多啊 沒錯 很多 這樣子 很多 是 很多 這樣 86歲阿嬤回答 90歲 80歲 是 好 那其實公共藝術 在台灣執行快20年以來 大家都不知道這些作品 在哪裡 花了多少錢 然後總共有幾件 這其實是政府的錯誤 也是我們的錯誤 為什麼花了這麼多錢 讓大家都不知道 那樣子 那所以 從81年到現在 101年 總共有2014件的 藝術作品 200 20014 那下起來 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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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14件的公共藝術作品 那剛才呢 又跟大家提到 每一件公共藝術作品 都是 所有公共工程提拨1%的 百分之1的經費 來做規劃設計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蓋一棟 藍雅國中 花了2億新台幣 那我們就要用200萬 來做這些 藝術化的裝置跟設計 這樣子 那剛才這2014件作品 大家猜猜看 我們花了多少錢 我們全部花了超過 12億新台幣 12億新台幣 來做這些公共藝術美化環境 這樣子 好 那當然公共藝術 它在台灣 執行了這麼久的時間 快20年的時間 它有幾個很重要的目的 它第一個部分 公共藝術 它在開放空間 是為了要美化整個都市空間 那當然也必須要透過 我們不斷的跟大家做導覽跟推廣 讓大家知道藝術作品 在開放空間當中 它的重要性 還有它的意義 第二個部分 就是公共藝術 它其實是要塑造一個 無強美術館的概念 無強美術館的概念 那這件作品 其實是陳老師 在公共藝術領域當中 目前算是暫時休息之前的 最後一件作品這樣子 陳振勳老師 他原來是做 逃逸創作的一個創作者 那因為逃逸創作 它大概逃逸創作 經營了十幾年 它後來公共藝術 它成立之後 有這個法令 它開始發現 如何讓它原來靜態 在室內的逃逸創作 可以拉到戶外空間 跟大家來做互動 它就開始跟一些鋼材 或是翻模FRP來做結合 那當然這個作品呢 它其實是有一個故事性的 我們看到第一件作品 它是用棒球棒 用層層疊疊 來做呼應 這代表傳承 跟一棒接一棒 有一個延續的意義 那待會兒呢 我們就會看到手套 這件作品呢 它其實我們當初 在跟藝術家做討論規劃的時候 我們希望讓這個作品 它其實可以轉180度 可以轉180度 就是讓這個作品 當大家坐在上面的時候 也可以搖望 就是另外一根棒球棒 它是有一個呼應的感覺 那因為藝術家 他是不同於大家的性格 那樣子 他很堅持 他就是希望這個座椅 是要用這個走向 那它是可以面臨整個街道空間 或是其他的場域 那樣子 那在這個作品當中呢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它的旁邊的細節 它其實 藝術品在戶外空間 就是要受得起 大家風吹日曬 用力去刮它 破壞它這樣子 我幫大家 對棒球熟不熟悉這樣子 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對於棒球運動員來講 就是兩好三壞 的一個狀況 它就會非常緊張 對於投手 或是對於打者 它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這樣 對 它如果再壞球 它就出局 那如果再好球 它就可以揮棒等等 那樣子 所以它在這個平面當中 它做了一個馬賽克拼貼 它希望能夠在這個版面上面 包括那個是計分板的上面那個 那個一顆一顆的那個點數 那當然在這個街道家具上面 它其實是希望讓大家可以 坐卧在這個空間上面 在這個物品當中 那也因為這個作品 它是可以讓大家可以 坐在這上面的 所以像我們做的這種牛仔褲 它其實會非常容易刮花 這整個烤漆的表面這樣子 大家知道這個環境 以前是長成什麼樣子嗎 沒印象 原來這個地方它有七顆不同大小的 不鏽鋼球 不鏽鋼球 然後包括它的水池 那因為這個設置地點 是因為原來這些地方空間 還有包括這些不鏽鋼的水池 是社區居民覺得很重要的精神 意象地標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提出了 一個條件的限制 在這個設置點 我們希望在原來這個水池空間的場域 藝術家他必須充分利用 原來這七顆大小不一樣的不鏽鋼球 他必須重新規劃設計 所以我們在這個場域當中 我們會看到像這樣的街道家具 它的下面一半 其實就是當初的那七顆大小不鏽鋼球 那散落在旁邊 它可能被切了一半 或被切了四分之三等等 待會在很多場域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保留了三顆原來的部分 這三顆其實不是保留原來 是後來藝術家又新增加的 那當然這個作品的主題 它叫做最棒的巨人 最棒的巨人 那當然從這樣的一個空間場域當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它其實為了要呼應整個棒球場的場域 它就很具象的放了一個很巨大的 這個棒球棒這樣子 其實走上來的時候大家可以看 這上面的球棒 它總共有460根的球棒 那樣子 施工中浩老師他的創作呢 都喜歡跟霓虹燈 或是台灣的檳榔灘 或是電子花車一起做整合設計 那他的概念呢 其實是透過一種宣示 就靜態的抗議去表達社會低層的 不同層次人的一些聲音跟反應 那樣子 所以他會用很多庶民的媒材 來進行創作 那我們看這個建築物立面上 它其實是有一個黃罐造型的一個鐵絲網 還有不鏽鋼柱 那這有幾個部分可以跟大家說明 一個在它上面網狀的結構 其實是呼應棒球場 它在周邊像外野區域 它其實有呼應那些鐵絲網 它就把原來鐵絲網裁切之後 把它拼貼成一個黃罐的造型 那黃罐的造型在它尖端的部分 它目前有2 4 6 8 9 10 12個吧 2 4 10個 10個探照燈 這探照燈呢 也就是像我們兩側頂端所看到 那個在照射球場 它的一個探照燈的一個燈具 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 這LED幕外面也有一圈 它是很像相片的部分 它是將台灣百大球星的照片 都把它鑲嵌在磁磚上面 就把它框成一圈 那樣子 就是讓大家很清楚可以連結到 看到棒球場的建築物裡面 也可以聯想到 台灣百位就是棒球的一個名人 它的一些意義 它是希望讓所有作品很第一眼就看到它的作品的尺度有多大 它很凸顯在這個空間當中它的地標性的特質 那這個藝術家呢 叫賴淳淳老師 賴淳淳 那當然這件作品是它比較早期的創作風格 可能它在80年代是以這樣巨型雕塑或不鏽鋼或是石材 來進行雕塑的創作媒材 大家可以模擬一下它的動作 它上面有一個C是代表捕手的手套 那下面它扭曲的造型 它其實是一個人的腳 當你扭曲揮棒的時候 它有一個造型 它的雙腳還有中間藍色的部分是一個腰身 扭曲要揮棒出擊的一個動作 那上面C的這個造型 它是一個捕手的手套 它的位置也剛好呼應前面 它就是天母棒球場本壘板的位置 就是當本壘板有投球出來之後 這個C它就會把它接住 所以它是在空間軸線上是有一個互動的可能 是有一個關聯性 在我們看過去的每一個角度 它透過去有可能是什麼樣的景象 它都把它一一呈現 透過輸出放在這個便電箱上面 這一系列的創作 它其實跟公共藝術的本質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這一系列的作品 它其實都是臨時性的裝置 臨時性的裝置 那公共藝術呢 它相對它是長久型的設置 它是在設置在這個空間 它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可能 那這一系列的臨時裝置 它其實是活動辦完之後 可能兩個月、三個月 它就會被拆掉 所以這一系列的作品 我之前有看到它的作品 是在整個安全島帶狀空間上 也有很多水管啊 還有或是這些便電箱的彩繪 那不過那是比較臨時的都被拆掉了 那這個作品它是目前有看到它被保留下來的 那樣子 對對對 那因為它對於人的互動 或是在視覺感官上 它其實是一個有趣的 是有一個讓大家想到視而不見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從每一個角度 雖然它是一個實體的障礙物 這樣 可是我們卻還可以想像到 我們穿過這個便電箱 它後面的景觀又是怎麼樣 這樣子 這是在藝術手法當中很不同的 是創作方式 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麗與美 那同樣創作者是施工中號 就是跟一開始我們主要入口進來之後 看到建築物立面上有一個黃冠 還有彩色霓虹燈的造型是同一個創作者 那這個作品的名稱呢 它大的標題叫做麗與美 那比較小的標題這個作品名稱叫做鐵漢碑 鐵漢碑呢 它希望在這個教學大樓的中央軸線上 它能夠塑造一個精神地標 然後還有一個像大家爭取榮譽 所獲得一個冠冕的一個特殊的紀念意義的碑體 那當然在這個碑體當中呢 它的規劃設計是用很多的幾何造型去